大家好,我是北海道女士Jerry 我現在一開場就在二世古安納土利的山頂 飆高有1308公尺 拍滑雪大家都不想看,看你爽滑,沒意思對不對 所以這次我們大約就滑一小段 這支影片全部都會介紹二世古的美食 大家都知道二世古是智界知名的滑雪聖地 食物非常的貴 那我們就有請我們這個二世古的達人來介紹 二世古有哪些美食 有請Denty 好久不見 一年不見了 我們只有在滑雪的時候會遇到 等等等等 但是這支影片剛剛Jerry哥也講的 不是滑雪 我們要去吃二世古好吃的東西 滑完雪之後很餓吧 到底該吃什麼呢 沒錯 我們就出發吧 好 好 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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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这间很难得喔 他是在Niseko区唯一的一间中国料理店 耶 没错 那东西的东西真的是蛮好吃的 因为他的厨师呢 听说以前曾经在 Niseko那区的大饭店工作过 所以我觉得他的手艺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走吧 好久没有吃中华料理了 那我点的是蚝油牛肉片 940块日币 但是要加成套餐要 400块 加400块 啊有什么东西 加400块的话你就会有饭 然后有汤跟一个小点心 OK 那Denti你今天点什么 我今天点麻婆豆腐 我来这边基本上就是 蛮常点麻婆豆腐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诶 这边还有皮蛋 没错 皮蛋 在日本的乡下地方 你能够吃到皮蛋 是一间非常非常难得 哇塞 这边有一个 葱姜皮蛋 看到没有 我个人是不爱吃皮蛋 是喔 我很喜欢吃皮蛋 我讨厌吃皮蛋 这个就是在二四谷区域 唯一的一间 中国料理店 好期待啊 这对我们这种 住在日本很久的人 这种店非常的重要 对啊 两年没回去了 对啊 真的 OK 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他的菜色吧 好 那我今天点的是蚝油牛肉 我也是 麻婆豆腐 第二辣度的麻婆豆腐 来啦 Denti吃看看好不好 是什么 蚝油牛肉吗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那我先尝一口 蚝油牛肉啦 嗯 你们吃的是一个香醋吧 没错 它味道就是日本的味道 嗯 其实有些人来日本玩滑雪 可能会住一个月 对啊 然后可能一个礼拜就会怀念这个中华料理 对 然后就可以来这一家喔 没错 中辣 辣不辣 自己觉得是还好欸 对啊 我吃尝尝看 嗯 嗯 有点辣耶 然后它是 它的麻婆豆腐 你是可以吃得到麻的口感 真的麻呢 麻齁麻齁 对 因为日本的麻婆豆腐 基本上都是偏甜 就是很难吃到麻的口感 那就算辣也是一点点而已 那这一间的算是比较正统 这一家 这一家如果做麻辣锅 我会想来吃欸 来滑雪教练吃饭 他叫Frank 他我们现在隔着这个 透明的玻璃 探监他一下 哈啰我是Frank 然后我在二四谷当会的教练 嗯 来二四谷滑雪可以找他喔 耶 明年明年疫情结束后 他是Level 2的教练 哈哈 单双版皆可 懷念中华料理嘛 懷念啊 住在这边真的是 自己做做出那个胃 然后就点了这个 跟单提一样点这个麻婆豆腐 真的是地道 好吃 多久没回台湾了 喔 快三年了 快三年了 我已经被处击了 这桌都是被处击 大家都是被处击了 Denny说这边啊 加饭可以加一碗不用钱 吃光光了再加一碗 那我们从早上九点半还到下午一点半了 那今天滑得非常爽 二四五这些滑雪场啊 地形非常多变 真的非常适合进阶玩家来滑雪喔 那等一下 Denny就要 带我们去吃美食了 看多少招乱 马上出发 賣个关子 等一下吃什么 等一下 我们来吃一间 这边非常有名 Tave Loku屏分也非常高的 早午餐亲食店 哦 好期待啊 好 大家都饿了 出发 OK 那我们来到了这一间 这个叫做 99's 99's 好 那我们就点餐吧 好 二四股第一家餐厅 Denny带我们来家 99 99 Cafe & Bar 为什么带我们来吃这一家 这一间喔 其实因为 它是NAC开的 那NAC呢 是二四股这个区域的元老之地 它也是有很多 做很多户外的活动 跟大家科普一下啦 二四股这个地区是澳洲人 把它这个 把它经营起来 经营起来的 一片荒山野林的 对对对对 这边几乎就是澳洲人的地毯 没错 对 这个也算是 元老始祖的店 那它主要就是卖 汉堡啦 汉堡啦 汉堡 也是做的蛮大的 只有就是 也是外国人嘛 所以 它做的汉堡呢 就是比较有外国风的 嗯 老板是澳洲人 对 老板是澳洲人 那开动啦 开动了 开动了 哇很大 我整个嘴巴打到最开 还 含不进去 真的有生死在 澳洲的感觉 然后这边有个特色 它后面还有一个室内攀岩厂 是真的可以攀岩的 我觉得这餐厅空间很大 然后 正对的洋体散 非常的棒 然后我们的 视角 转过来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正对的洋体散 这就是二世谷滑雪结束之后 再来 这边吃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看 评论 来 看看 咖啡廳喔 他叫做Mountain Kiosk 那我很推薦這間咖啡店 那他就在希拉府停車場正前面 所以啦我們滑完雪之後呢 都會來這邊喝上一杯熱騰騰的咖啡 那他有提供戶外的位置 所以可以住在這邊 欣賞這個山景跟雪景跟陽堤山喔 那現在陽堤山又消失又看不到了 那燈梯又出現啦 回來了 剛剛有一些急事去處理喔 好那回來之後呢 我們上來OK咖啡轉換一下心情吧 我剛剛已經喝完一杯了 你喝完一杯了喔 對對對 那再喝一杯再喝一杯 這家咖啡店有什麼特色 這家咖啡呢就是 他就是傳說中位於 希拉夫沙卡比羅夫版的網紅咖啡店 網紅咖啡店 那適合我們兩個喝剛好我們兩個 不算是網紅 對啊小網紅大網 沒有沒有沒有中網紅中網紅 沒關係我們都是網紅 就適合這樣子的咖啡店 那不是網紅可以喝嗎 當然可以啊 就把自己當作網紅 就變網紅 OKOK也是齁 那推薦什麼咖啡呢 推薦喔我們去看一下菜單吧 OK 那它的外型也蠻特別的 就是一個這個有點像太空 太空罩的設計 對對對阿拉比卡 你都喝什麼 因為它 我記得這一間是發想在京都 所以你可以喝喝它的 京都拿鐵 好我就找京都拿鐵 喔京都來的喔 對對對 我印象沒有錯的話 如果有錯的話請指證喔 我印象中這一間是京都來的 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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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ごい映ってる感じ 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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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京都拿鐵 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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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HOTO HOTO KIM KCON GP HOTO 1,150 richtig totalement En ちょっと緊張和我們 很緊張 我我末共預告 我可以拿到小便 好,請領取書 好,我可以拿到小便 啊,剛剛不小心碰到老闆娘的手了 啊~~~ 真的嗎?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他打開那個窗戶啊 整個咖啡的香味都噴出來了 你會在第一個太空窗點完餐之後呢 你會來到第三個 太空窗,這邊就是取餐的地方 OKOK 然後我在這邊 滴拉服啊,滑雪啊,然後 看這些店啊,我覺得非常有 歐中風的感覺,因為這邊洋人真的非常的多 我在這邊滑雪差不多一半是洋人 都是住在 二四谷的洋人 那我覺得對這些 老外來講啦,就是說 這些雪場啊,離他們住的地方非常的近 不用想說在歐洲或在加拿大開車要開一兩個小時 才會到 就是出門,就直接差不多快到了 五分鐘十分鐘就到雪場 然後每天就滑雪,太爽了 滑棒,滑雪,喝咖啡 這邊一開始有澳洲人最多嘛 然後紐西蘭 然後美國跟歐洲有一些 歐洲有一些 日文通的感覺 基本上啊,你要能夠在這個區域工作的話 英文能力是 需要的 那比日文重要啊 呃,有一些工作比日文還要重要 喔,對 大家來這邊工作喔,英文練好喔 咖啡ラテになります 來啦 哇 網紅要喝咖啡啦 然後來二四谷呢 這兩支影片呢 時間走有一點不太一樣齁 因為我想說啊 就把它接在一起 那大家看不出來 但是呢,我有一個很 明顯的mark 哈哈哈哈 會露線 所以我呢,這個時間走不一樣啊 這個修不掉啊 唉 那告訴大家兩個 小小的取景角度喔 第一個就是 Jerry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他喝著咖啡呢 後面就可以照到 其拉夫的 滑雪場 那另外一個取景角度呢 就是可以把鏡頭再拉遠一點 我們就可以同時 看到 這間咖啡店 與花雪場 所以大家知道 怎麼當網紅網美了嗎 看看前面這位網紅 他來教你喔 好啦,這一支影片 就快結束吧 那我 等一下開車回雜黃了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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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著漢堡 看著羊體山 然後再喝一杯咖啡 對啊 Denty就是過著這樣人生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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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對,玩褲子弟這樣子 最好是玩褲子 每天滑雪 喝咖啡 欣賞羊體山 每天滑雪是真的 每天喝咖啡也是真的 每天欣賞羊體山也是真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聽起來就怪怪的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哈哈哈